圣言圣宴 饥渴慕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 我们的心可慕更多地认识你 更多地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查考圣经时 心灵得到饱足 像享受丰盛的研习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 圣言圣宴 祝内亲爱的弟兄姐妹 以及松一旁的朋友们平安 我是袁哲山牧师 我是立心 我是若飞 感谢神的恩典又到了我们 透过良友所制播的 圣言圣宴这节目 我们一块来查考圣经神的话语 今天我们进入到 路加福音13章22到35节这段经文 按惯例 我们还是先用轮读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 再进行下面的观察解释应用 由我先来念 路加福音13章22节的经文这样说 耶稣往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 有一个人问他说 主啊 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宰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极致家族起来关了门 你们站在外面叩门 说 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就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们 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那时你们要说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 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他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和众先知 都在神的国里 你们却被赶到外面 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 正当那时 有几个伐利赛人来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去吧 因为西律想要杀你 耶稣说 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 今天明天 我赶鬼治病 第三天 我的事就成全了 虽然这样 今天明天 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上命是不能的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 奉猜浅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 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好 我们就读到这里 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是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讲到要进宅门 一个是为耶路撒冷做的一些叙述 那我们就先来看 看到前面这段 有什么样的一个人事实地物啊 或是什么事情发生呢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各城各乡教训人 这是他一定的行程嘛 嗯 再来呢 我觉得好像进宅门真的很难耶 像24节耶稣他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宅门 可是后面他又说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可是这个宅门指的是什么呢 好 其实这个耶稣讲宅门的时候 是回答有一个人问他问题啊 得救的人少吗 对 所以这个人问的很特别 就是怎么会问得救的人呢 是不是 他一定是要问说 耶稣啊 你现在做的影响有多大 或者说怎样啊 那为什么会问得救的人少吗 意思就是说 到底人多还是人少 看这个情况 耶稣走了还不少日子了 对不对 那耶稣一直在宣讲一个神国道 说你们要悔改 所以他问的是 比较针对得救的人 可是耶稣回答 好像不是告诉他人数多少 对 耶稣在这里要讲的是 不是得救的问题 更应该是你在得救之后的生命的成长 所以你看 他回答说 要努力进宅门 这个进宅门跟得救不一样 得救不是人努力进去的 是白白得来的 对 得救就是你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就必得救了 是 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要努力得救 我们凭什么努力得救 你努力能够得救吗 不能 不能吗 再怎么样做 你做不到满足得救的要求 是 得救只有神 借着耶稣基督能够完成 所以不要以为进宅门是为了努力 是进得救的门 不是 得救的救恩是神给我们 但是进了得救的救恩门之后呢 你要努力了 所以这个次序我们要弄清楚 不是我们努力去得救 没有机会的 也没有这个本事的 而是我们得救之后 你要努力的 努力的做什么呢 在神的国度里面 你要努力的来成长 免得到时候 你可能是得救了 但是你弄到最后 好像没有得救一样 甚至你根本就 进了救恩门之后 还跑到外面去 晃来晃去 失落了也不一定 所以在这里说 极致家主 关起门来 结果你刚好在外面闲晃了 不见了 这个就麻烦了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才会有一种情况 耶稣要提醒我们 不是你要努力得救 而是你得救之后 你要努力 所以刚才洛飞在问说 这个进宰门很难 其实是神让我们得以进去 但是你进去之后 还要更努力的来 警醒要成长 那么后面就发现 这些如果在外面 闲散的 或是没有好好的警醒的 最后有可能就是 被赶到外面 这样哀哭怯辞 当然救恩论上面 有很多的讨论 不管他有没有得救 或是得救光景怎么样 但我们必须要说的 如果是没有努力进宰门 或是进了救恩门之后 没有很努力的来成长的话 将来有可能的结局 叫做哀哭怯辞 一定是不好的 后面还有一句话 当然就是我们常常会问的 什么叫债前 什么叫债后 就是信主以后 有比较跑前面的 有比较跑后面 谁跑的比较快 这是这样子吗 好 这个前后 其实应该讲的是说 跟神的关系 有人可能说 从小就信耶稣了 那他已经跑到很前面 那不一定 我们很清楚知道 这个前跟后不是跟你的信 耶稣的年之有关 不一定 是跟我们信主之后的生命有关 跟生命有关 有人信主信了二三十年 可能有人信了一年就已经 他跟主的关系 比这信了二三十年的关系更好 更亲密 所以这个在前在后 是指的跟神的关系 这是一个 那么在后面 我们看到正当那时 耶稣不是要往耶路撒冷去吗 教导过程当中 有人就 这些人是几个人 法利赛人 看样子是好心的 还通风暴行 跟他讲说 你快点离开 前面的法利赛人 都是抵挡耶稣的 那这里面是通风暴行 告诉他说 希利 希利是王 要杀他 那开玩笑 一个王要杀耶稣 那当然就是叫他快点离开 当然还有一种心态 就是不欢迎耶稣 所以借这个机会说 你小心 你再来 有人要杀你 把他赶走 对 但耶稣怎么回应呢 耶稣讲话不太客气 他说你们去告诉那个 狐狸 哇 他称一个王叫狐狸 也确实 那因为犹太人是认为 一个人非常狡猾或诡诈 来形容这个人叫做狐狸 耶稣就说 就跟这个法利赛人讲说 去告诉那个狐狸 就是那个很诡诈的 那个希利王 但耶稣也没有因此而害怕 他跟他说 他要去赶鬼治病 对 我还是继续做 我应该做的 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 很多时候 就算世界要末日 该我们要该做的 我们还是得去做 不能说 反正没有明天的 所以我今天就乱搞 没有 耶稣就算说是 他要来逼迫他 要来杀害他 那今天明天我赶鬼 第三天 其实耶稣说 我的事情完成了 那就也是 完成救恩的时候 耶稣其实在他的 在耶稣的生命当中 他道成若生来到人 之前都知道 他终究要走上 救赎我们的 这个十字架的道路 但是后面耶稣好像有一点伤感 因为最后要完成这救赎 他必须走上私下 但他也对这个耶路撒冷 他带有一种 若非讲的就是有点感伤 原来就是神所在的一个城市 因为有圣殿在耶路撒冷 那也是犹太人一直坚信说 耶路撒冷不会被毁 因为有约会有圣殿在那里 但是很遗憾 其实之前他们在旧约就已经知道了 神是可以让他们这个约会被掳去了 可是就在当时的耶稣那个时代 以色列人也认为说 他们还是认为说 我们只要有耶路撒冷有圣殿在 因为圣殿又被重建 所以他们很有信心 就说只要有圣殿有耶路撒冷在 我们就一定不会遭殃 但是耶稣说 其实你们太依靠人的建筑物 或是太依靠人的所拥有的东西 所以他对耶路撒冷很感慨 就是真正该接待的先知都没接待 那现在呢 连耶稣基督神亲自来到人世间 他们也不愿意相信 最终还把耶稣钉在十架上 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甚至是为耶路撒冷哀哭 为他感到悲哀 说你看 你们一直依靠的这个城墙 其实是不能作为保护你们的一个作用 真正要依靠的是全人的上帝 或者说应该要悔改来认识 接受耶稣基督 但他们拒绝了 所以耶稣才会在后面说 没有办法了 最后只有真的 你们愿意要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那才能够真正得到了拯救 所以呢 就这一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耶稣是非常感伤的 但他也是知道 他要走上这个十架的道路 好 很快的我们就做了一些观察解释 再下来就是应用的部分 其实就这两段 一个是禁窄门 一个是耶稣 对于耶路撒冷的一个哀哭 那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 或生活上的应用呢 今天在这个禁窄门的比喻里面 那些被关在门外的人 他们跟家主说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 你也在我们的街上教训过人 其实他们所说的这两句话 表明他们跟家主 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 只是他们好像透过有点点的接触 就想要好像 好像我跟你很熟 好像我跟你是很 我应该要进入你的宴会中的 我应该要进入你的这个门里面的 但是我觉得这给我们很大的提醒 就是说我们在信仰里面 要跟神有真实的关系 不能只是好像沾酱油一样 我们要常常去读神的话语 常常祷告 常常去赞美神跟神有真正的往来 然后真的把主当作我们生命的主 这才是真正的关系 不然到时候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 主说我不认识你啊 我不晓得你是从哪里来的 那我们真的不知道要去哪里哭了 是 立心你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因为其实在我们现代来讲 也有可能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变成像耶稣所说的这些 不经心的人 就是我们也可以跟主说我也去做礼拜了 我也参加祷告会啊 我甚至还服侍 我还领圣餐啊 我都有啊 但是事实上没有真心悔改的话 这些东西都只有外表而已 是 甚至说有的时候信了耶稣以后 也不读经 也不祷告 也不寻求神的旨意 然后整天过自己的日子 然后到时候也会说 主啊我曾经也在教会里面聚会啊 我也是受洗的 你为什么不理我呢 耶稣也可能说我不认识你们 这要很小心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好再来 若飞呢 我是看到这一大段 其实有很多的比喻跟提醒 但是我看到他最后一句 就是讲到说 从今以后你们不得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事应当称颂的 这句话有 对我来讲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啊 就像我们就是前面刚刚讲的 要警醒要悔改 可是到底要怎么样警醒 要怎么样悔改 我有时候也会去思考这样子的问题 可是我有想到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 其实真的就是要称颂主 我觉得我常常会忘记我以前的一些经历 就忘记了上帝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作为 那我觉得透过愿意赞美神 而且是那种真心诚意的赞美神 当我赞美神的时候 我就会记起来曾经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的事情 那我觉得其实数算恩典也是一种悔改 也是一种警醒 当这样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说 其实神是随时与我同行的 我即使再往前走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我知道上帝和我在一起 是 所以呢 我们也要常常数算神的恩典 不然的话 我们总以为说我们自己还蛮不错的 好 感谢主 让我们有这段时间的分享跟交流 求主继续保守我们在信仰当中 快跑来跟随主 让我们不仅仅得救 而且能够过得胜的生活 节目进行在这 就要跟您说再会了 我是袁泽善牧师 我是丽心 我是若飞 愿神趁营平安喜乐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